在家老家中年过节家家户户 基本上都是这个吃饭 鱼大了之后剁成块儿 最近的感觉是这个鱼味 就跟它卤它肉是一样 比较鲁鱼 比较爽口 那个时候在家的 跟河里带出鲨鱼吃鲨鱼 鲤鱼也可以炖 改成这道 以便它好入味 这个东西在家中 人人都会做 台湾是那老年人 特别拿手 用于销售 中年过节的时候 鱼娘都会 住这个老鼠鱼 招待远方来的客人 鲁鱼一般都是打糊 挂一个细糊出来 它们少了时间端 那个糊不容易掉 但是这个老鼠鱼 处于闷的 它是大锅炖的 所以说老家人做法 都是在面部的一锅轮 直接下锅的都炸起来了 这油温不低啊 油温也就是200度左右吧 油温倒了它不容易占低 炸出来颜色好看 水分减少一点 到时候在大锅炖的时候 它不容易烂 冬天的在河南来说 不但是河南 成功各地老百人都不在啊 雨炸了之后那一刻 可能来了之后 从凉蒜一炸一汇 平方就散过了 这样快的方便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民风过年的时候 脚子吧都是 爹搭了馅 娘干了瓶 特别期待的都是什么 爹炖的酱肉 娘少的老醋鱼 炸了之后往上头边的一放 有的是往外边一挂 下来来盆了之后 基本上都是炖的有老汤 都一旦炉炖 炖之后那个传统的炉汤是一样 咕咕咕咕咕炖炖 好 咸咸 鱼下锅了 这一锅是12条鱼 它这个蒜味比较明显是吧 蒜味老醋鱼 里头是水里醋比较多 蒸醋无香醋 小米醋 这样相对不够多以后 它出来锅味不是那么散 而鲁鱼的 出来是一种臭香味 一直在大锅里头 咕咕咕咕咕咕 就将近40分钟 本身炸肉 都叫水分给它炸出来了 现在有种炉汁 慢慢一炖又叫它洗手煮了 出来的是水分 继续的是汤汁味 一炖又弄 所有的香味都在这汤里面 好 酥鱼成了 我当时问我安娘 我的这个鱼你是从前来说的 它是跟人家叫过的 我当时捞的 它捞是跟捞叫鱼 都给是捞捞的捞的 叫我娘做的这一条鱼 腻了肉 大锅前来就有嘴 再放点小虫 在入口的感觉的时候上 它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个蒜 咸 旋 甜 最后才出出一个蒜味 它是一个复合味出来的 都跟它卤的肉质一样 比较怒郁 比较抓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